主料,瘦肉,150克,前张皮两张,葱四根,鸡蛋一个,辅量,油,盐,姜,酱油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材料,前张皮二到三张,瘦肉若干,葱,椒若干,先将瘦肉剁碎,这可是技术活,也是考验碧莉的体力活,平时都是我老爸帮我剁的肉, 这回是我自己剁,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,我左剁又剁上剁下剁,终于有点成品状了,再加上香葱和姜片一起剁碎,下一步,关键的一步,肠胃,加一个鸡蛋,盐,酱油是两半人炒好味,鸡蛋是为是让手吃起来不那么老,滑嫩,而且增鲜,千张鲜一把,像做寿司一样, 把调好的树肉铺上去,朝一个方向推进圈器来,切成三厘米左右的短状,摆盘,正好装一盘,上锅正,为了省事,我都是放电半锅,比一起蒸的,煮饭蒸菜两步物,剩菜喽,此菜适合大众口味,关键在于肉馅的调味,各式料加些肥肉,这样出油多一些,更好吃,烹饪技巧, 做这道菜时,注意馅料的味道要稍重一些,不然不好吃哈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